好的 不过你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呀 他们得罪你了 暂时还没有 不过他们确实在玩玩 小枫 你这是往哪开呀 你这在开就开出市区了 别着急啊 弟兄是圆的你 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说你再没有什么正经事 我就要不去了 哎呀 这边还有时间嘛 就想带你去宾馆散散心 啊 还有去宾馆散心的 哎呀 怎么说呢 就是玉玺啊 玉玺什么 什么呢 宾 我告诉你啊 你在开这种流氓玩家 你小心我抽你啊 哎呀 我错了 我错了 行了吗 今天晚宴来的 可都是海州鼎鼎大名的 你们要是再把握不出机会 这可就不错了 你们这些有钱人啊 真是 怎么 有钱人哪有老实的 老实的人根本就赚不了钱 那你看 像我这样的都包个小三小四的 何况是那些大老板 哎 子方 我知道你从小里摊玩点 看你知道我太过分了吧 哎 你老太小青 那么爱你 对你那么好 你还去去他干什么 提那黄脸膀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 关我什么事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哪种人 好像说的你不是似的 你家那废物追去你就看得上 你胡说什么呀 怎么是你想到这种人呢 那我想的怎么样呢 你结婚这么久了 为什么没孩子 难道是你家那位不行啊 哎 你跟他说过啊 你跟他上过床啊 哪里没孩子 行不行 你怎么知道 哎呦喂 我说他就是个窝囊废 根本配不上你啊 朱朱 哎呀我这都替你着急 要不我帮你说朱朱 关好你自己吧 哎呀好了好了 这别生气别生气了 一会龙山集团的李总 还有几个大老板动个点 我说凭借你的人格魅力 让他们跟你签个合同 还不是手刀起来啊 好 哎张总这边 正好方好 啊真猜 周游 他怎么在这儿啊 又莉总就来了 我跟他说你是单身 你是想办了老公在这儿 会爱事的 你不容不八蛋 你怎么能随便胡说呢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啊 香港公司香港合同 这个是龙山集团 你刚才把这相关的弄走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 哎呀你们快点快点 快点 焦油 你你怎么来了呀 也是巧啊正好啊 我母岳母也是在这 你别生气了 怎么你还吃醋了 我又不是小丫头骗子了 不是谁给的个糖 你就那骗走谁啊 吃醋 我是相信你 可是有些人 我就不用你放弃 看什么 没见过比你帅啊 没有 我就是好奇 好奇 好奇什么 好奇 你这脑门上 怎么有一行字 不是 脑门上哪来字 有吗 有啊 不多不少 正好五个字 丑人多作怪 你 小子 我本来不想跟你一本见识 但既然你不是台询 怎么讲笑 你 赵思芳 你来这吃饭 我也来这吃饭 谁是个问题要报告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思考 哈哈哈哈 我有什么思考 你还在这装 我 嗯 好啊 那你说说 装什么 哼 都是开门做生意的 难道我有钱就不能来这吃饭吗 你是到这什么地方 最灵笼 我也就是跟这的副总经理 苏曼是胡言之急 才约到一个位置 你平时 我怎么越听越好笑 你刚说 什么苏曼是什么 红颜之急 好吗 好好好 我信了 我信了 好 那我不笑了 不笑了不笑了 对 你说你跟朋友在这吃饭 你暂时了 你朋友 不会是这儿损厕所的 哈哈哈哈 赵紫峰你差不多得了 你别再欺负人了 楚楚 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公司 还想不想要你的合同 李总他马上就到了 不要就不要 我是不会用这种 伤害爱人的方式来换取名利的 哈哈哈哈 你爱他吗 就这个废物 当初你们家招他入坠的时候 不就是把他当一块垫脚石吗 你 你咋 终于我们走 走走啊 我现在还不想走 我要跟你说两件事 第一 你的公司不需要跟付你 明天得走 快乖乖老婆 第二 我现在还不想走 我倒要看看 这位赵家大公司 还能拿我走啊 周庸 别在这儿 说大道了 你就收吧 楚楚啊 你是我老婆 别人能给你 我都能给 别人给不敢 我扎呀 我就想让你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怕不是得了妄想症吗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真的是笑掉大牙 哈哈哈 哎呦 真的是笑 哎对 你干嘛回家睡觉 妈 啥都有 别在这儿装了 哈哈 这 嗯 嗯 喂 苏玛 我到了 你下楼一趟吧 啊对了 我给你讲什么笑话啊 这有人说 你是他的弘弦知己 好 你下来看看 哎呀 这不是 哇 我 想你是第一次听见苏曼的女 还搁这装了啊 照顾 你不是说我的朋友是傻厕所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卓总您来了 哎呦 这哪来的野丫头 竟然敢冒充凶呢 哎 知道了 您这还眼上了 这拖 都找到了 啊 你就叫 赵子峰对吧 怎么样 既然知道我是谁了 还会赶快跪下等起来 来人 撤桌 我 林翠林总不欢迎这种人渣 我 行 你们有种 你们给我等着 我会回来的我 您好您能快递 哎老公 龙山集团的合同 真的送来了 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模糊透你了呀 这个 说来话成 回头 我慢慢给你解释啊 啊 他长得那么漂亮 你就没有对他动一点点小心思啊 你说 我怎么敢动心思 那你也不敢 走了 走 这是什么呀 谢谢大家